Hi 大家好 我是Alfred 許廷鏗 我有一首歌是我人生第一次嘗試的快歌 這首歌叫做體操 給點面子聽聽 今次我自己都抱了一個玩的心態去做這件事 其實我一向都喜歡跳舞 我要轉型成為跳舞歌手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專業的 但是如果在我的音樂風格上 或者在我的音樂路程上 有一個這樣的空間讓我去玩 我覺得是不錯的 當然喜歡和跳得很不好就是兩件事 但我自己很喜歡那種律動 我平時是喜歡聽快歌的 也確實地說 對自己的肢體語言是不算很信心 還未放得很開 發現原來自己不懂得騙拳頭 還有我的手好像 座賴蒙一樣 會向入彎 其實那種體操是一個形體動作 其實是希望大家去聽這首歌的時候 可以一個… 可能我不知道你是在辦公室 也會讓自己放鬆一下 為什麼會嘗試去玩一下快歌 或者會嘗試去… 這兩年是很急起直追地去玩不同的音樂 其實也有其中一位同輩是很感染到我的 是王嘉儀 他今年雖然是以一個新人的姿態出來 但其實他也是老鬼 王嘉儀你是一個老鬼 這十年來大家可能在我幕前看不到他 覺得他去了哪裡呢 但他在儲存的就是他的音樂態度 以及他自己的歌手的定位 所以他一出來就很清晰 很在建立自己的音樂 我簡直看到他 你一出來就搞到這樣 我簡直覺得是我要急起直追 你明白嗎 我要跟他學習 反而是我近年來錄得最多 最長時間的一首歌 錄得很久的原因是 我想只找這個音樂 都找了兩三個節奏 我覺得是一個新的聲音 所以不知道 讓大家聽一下吧 給一些意見 1,2,3,4 CocoYouTubeLean